哎有话说老花又不会养花 你有没有 你能不能推荐我一个新手养的花 最好是还能装叉的 这个肯定有 那就是我面前的这个 可能稍微对这个花有点常识的话说 哦这不就钓栏吗 这金星钓栏吗 也可以那么理解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这个东西呢 它有个很别致的名字叫 叶尼赛亚女郎 它也叫法国女郎 也叫卷叶钓栏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弯的 你看到吗 它不是正常的一个舒展状态 有的话说老花一 为什么这个来的时候是弯的 这一段时间在我家里边就变直溜了呢 那就缺光吧 缺光 正常的也要给足一下光子 它跟钓栏的养活花是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上面结的这种像树一样的 像开的花一样 你看到没 它会长出来这种气根 摁到土里面就是一盆新的卷叶钓栏 非常皮色豪雅 耐汗能力很优秀 干了再浇不干不浇 千万要当一个懒人 千万不要天天给它浇水 容易浇烂 喜欢略干一点 不过干了也要浇水 干头浇水 不怕冷不怕热 最低的话能够耐得到零度以上 零度以下就可能就有冻伤的风险了 尽量它维持在零度以上 耐阴性也很好 你就是没有光照 你稍微拿捏拿捏控水 它也没什么问题 这就活个一年半的 夜市没有 你就是一点光照没有就在室内办公室 养几年都没事 它也能正常的长 但是呢 给足一些光照会长得更加的弯 颜色更加的艳 好吧 繁殖方法也教给大家了 用土呢 它比较简单的 尽量的用一些松软透气的 你比方液康松针炒炭泥炭都行 你要想要求比较高呢 就可以买我们家那个配方型的通用土 肥料在一块呢 大家就选通用的 家里边有奥驴一号就奥驴一号 没有奥驴一号呢 你可以上这个花了多一优质克力控制围 浇水呢就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好吧 没有什么病虫害 这个花长年不生什么病虫害 除非有那种蜗牛 蜗牛是比较喜欢吃它的 不过你在办公室也碰不上什么蜗牛 别的虫子又不爱招惹 又皮实又好痒又简单 啊 关键呢 还有一个点啊 你可以送给你的老板 老板送你一盆花 老板说 哎 你给我送这花怎么黄不垃圾的啊 哎 你应该告诉他 哎 老板你看 这个花呢叫叶尼塞亚女郎 也是法国女郎 我送这个花呢 希望咱们的这个 啊哈 事业呢也能出圈 也能扩大到国外 像这个花一样 看起来很低调 实际上来说的 并有内涵 好了 嘿嘿我是老花姨 两块最干一 白了白了 嗯